嗨 大家好 我是姐姐 今天去东京营座散步 东京营座离东京车站只有一站路 今天主要给大家看几个景点 大家随着我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我们从有乐丁站走到新桥站 大概要三公里的路 好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吉阿伦的有乐丁站 它有几个出口 到营座去的是东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带大家去看一下 营座有卖彩票的还有人气的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参律座 剂必须要发展 很丁度我们修会 我已经用了一桶 名作最有名的四丁木十字路口 现在先去晴天通这条道上去走一下 在晴天通和昭和通的十字路口边上 有一个物产店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里出售的都是岩手线出产的产品 非常有容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日本传统的歌舞伎大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歌舞伎大楼的附近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印度料理店 大家跟我来看看吧 这里提供的咖喱饭和平时我在日本吃的有很大区别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吃一下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银座中央道 跟着我去逛一下吧 在这条道上不仅有很贵的品牌店 也有一些池上潮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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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您参照 在学长後 Punch 工逝 cottag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很有人气 今天是星期六 整个营作看上去人还不是很多 好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星桥站 去看一下星桥站的旧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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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散步就到了尾声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